今天超级开心 因为这一趟跑到ILA 然后找到Tommy那边 拿过来一辆特别有情怀的车 然后我也就不去开着这个车 在路上去跟大家说 它的动态的感受了 因为其实这台车 我真的就想安安静静的 特别找当年的回忆 你知道吗 在零几年的时候 我也只能玩得起 宝莱和高尔的时候 在那个年代 如果你能看到一台EVO的话 那简直就是一个神 你们知道吗 因为当时第一波来到国内的EVO 是EVO8 然后这台车是EVO9 而且这台车 还是一个比较特殊的EVO的版本 是EVO9代的MR版本 作为MR版本 是从EVO的8代开始的 8代MR和9代MR 然后9代的MR 其实这MR的意思 就是Mitsubishi Racing 所以它是比较高性能的一个版本 然后引擎的动力输出 是已经达到了300马力 当年的这个300马力 可真的不得了 觉得太快了 然后0到100公里 每小时加速 4秒多 太快了 受不了了 然后整车 当时它的车身的重量 是只有1300公斤 一吨三你受不了了吗 确实也非常的轻 然后包括引擎盖 车顶也都是铝的 有很多偷轻的材质 那么还有就是在轮毂的配备 这个MR版本的EVO9代 原厂用的是一个BBS的轮毂 然后在普通版本那边 你可以选NKey 然后在B站这块 你可以去选Buston 原厂Buston的避震器 但是现在这台车 因为也是一台二手车了 所以它是自己改了一个轮毂 但这个数据似乎不对 负值有一点偏多 所以真的开起来会有一点 蹭叶子板 然后避震器 也是换了一个D2的避震器 但是现在开起来我感觉阻尼 硬度都不太够 可能会有一些衰减的这么一个原因 因为这个车时间已经很长了 这台车我没注意看它是哪年的 但是第一台9代的MR 应该是2006年开始出厂的 然后前面的这个位置 因为太低了 现在在LA这边进某一些plaza的时候 它会有一个像排水沟一样的这么一个缝 所以把前杠也脱掉了 然后全车最骚的就是这个拍照架了 对这是全车最骚的一个地儿的 一个位置粉色的 然后整个这台车是一个现在的状态 是很原厂的一个状态 但是本身也有一定的改装了 然后是在引擎里边 然后这台车此时此刻 它是去刷了一个新的ECU 然后用了高粗的图伦轴 高角度的一个图伦轴 然后这个车常规状态下 它应该是加E85以纯汽油的 因为你们也知道 以纯汽油它虽然动力会差一点 但是它可以去有一个很好的抗包性 那么这台车它通过去改变 比如说点火的提前角等等 所以如果在加以纯汽油的情况下 它的马力是比较大的 但是现在又加回普通的92号汽油了 所以这个车现在的动力输出是比较一般的 但是现在它的新的车主是准备要很认真的去给它改装一番的 所以到时候现在这个状态 基本上我认为是一个刚刚买回来的一个 还没有设定底盘数据 然后没有去重新做它的动力部分的这么一个状态 所以现在的状态并不是很好 然后后面尾标 Evolution MR 哇真的太美了 这么粗的排气 可以伸进一个手里受了吗 这都是标准的JDM的范儿 好喜欢 然后当天要能开着一个这个 我就简直 就就 我怎么形容我疯了 真的疯了 而且你知道当时在北京要买台这样的车 要大概40大40大几大几万的这么一个价格 接近50万了 然后中间有一段时间它跌过价 但很快 如果现在在北京要想去买这个车的话 你还要花将近可能小60万 就是如果是全原厂状态很好的这么一台Evo9代的话 如果是MR那就更加更加的贵 然后里边锁了 这自动啰嗦太讨厌了 我可没锁它 这么来看内饰其实就非常的简单了 然后我当时印象中进到国内的8代的MR连这个音响都没有 是后装的但这个看起来应该是原厂的因为这还写着三菱的一个logo 然后下面呢有那个Rayleighart的仪表 这个是后期可以自己加装的 应该是Delphi代工的 但这一套我不知道是不是 然后其他的像这儿MR的一个标 在这儿手动的一个六速 哇 看起来真的非常的有感觉啊 因为它的这个持笔相对来说 每一档跟每一档之间的这个持笔还是比较接近的 除此之外这个内饰我觉得可能跟现在的这个标准来说的话 就是一个10万块15万块的一个内饰的标准吧 但是当你哐哐哐哐看到它的座椅的时候 Raycaro 对 这个如果是懂的同学就非常的理解了 然后在底盘系统方面呢 那这台车是在那个年代就已经是配备了这个AIC的系统了 然后引擎那边呢 有这个Mavic的系统 那在当年这是很高大上的一件事 但是在现在来说呢 其实如果你从硬指标上来看的话 它是不如这个EVO10的 但是因为这个车有很强的一个情怀在这 然后再加上确实状态很好的存实的车型也不多了 那么所以这台车它的存实价格会非常的高 而且这台车其实完整度很高 那Tommy也查了它整个的记录是没有任何的事故 虽然现在状态不是那么的完美吧 但是就看到后期Tommy怎么会去收拾这台车了 然后你看甚至连脚垫我刚发现也是这个MR的一个原厂的脚垫 我真的也挺用心的 我们再来看一下引擎 引擎盖非常的轻啊 也是捋的 然后这个紫色的波子塔顶 这个一看就是D2的一个配色了 这台引擎 哇一台神机啊 4G63 然后在EVO9上的这台发动机是带Mavic的 然后原厂就有300匹的马力 然后这改了一个阴镜的冬孤头 但话有说回来 其实你说对于EVO的这个4G63的引擎来说 你现在要是一个全原厂的一个状态 我觉得也还OK 但如果是你要玩它的话 去改它的话 你不改个500匹800匹 你出门都不好意思 跟现在的思域打招呼 你受了吗 而且现在对于这台发动机来说 它的改装方案实在是太多 而且太成熟了 真的我这个Ti加的一点都不夸张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对于这个引擎来说 这颗引擎来说 EVO9代会那么值钱 就是因为它已经是4G63的决畅了 就是在实战上就已经用别的发动机了 就没有这台4G63所装配了 对 基本上就是这么一个状况 这台车 真的就在我这个年代的人的脑子里 它就是一个神 你们知道吗 因为大家你们也知道 我在06年的时候 很淘气 对吧 很淘气 但当在那个年代 这个车来到我的视野之内的时候 跪舔 对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现在这个车在国内真的如果是很完整的一台 都不用是MR版本 刚才我说了都能卖到将近60万 然后在美国现在就此时此刻面前的这台9代的MR 是可以卖到33,000到35,000美金的这么一个状态 非常的不错 如果是我买回这台车的话 引擎我就不会再大动了 就保持一个原厂的状态 因为我也是用一个情怀的心态和要求来开这台车了 然后像EVO大家都会去装一个Cuzco蓝色的前中网里边的拉杆 基本上我就保持一个原厂的状态来开它了 然后换一套好的避震器 换一套好的刹车 也就也就这样了 然后排气我也不会改头中段 我会把尾段改掉 要一个哦那个声音也就OK了 其实我觉得这个车就现在这样保持一个速速的状态 就非常非常的好 非常非常的好 然后后面看一下它的后备箱 这里面是全拆空了 然后它的预抓器在这个锁在这 然后后面全拆空了 然后后面其实如果是我开的话 我应该也会加上这个后面的顶疤 然后我应该真的是不舍得再去重改它了 我现在好喜欢这台车 如果我能比较长时间住在这边的话 我猜我就消费了 因为其实算一下不贵 32120多万这台车到手了 是国内的三分之一 好喜欢 好喜欢 OK啦 这一期这个小报告 情怀篇的小报告 就跟大家聊到这了 其实你要说驾驶感受 或者很极限的这个操控 它其实跟现在的这些钢炮比起来 就已经不是那么的出动了 但是从情怀的角度来说 从回忆的角度来说 真的没有人能比得了它 它真的是我最爱的车 在那个年代最爱的车之一 我现在后面就是二魂十三郎了 开着它当年的梦想超棒 就在我后面 这个感觉好刺激 对呀